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给大家做一期暑期变美的攻略 希望大家能够利用接下来一个月的暑假的时间 最大程度的变美 这样等到开学的时候 就可以让自己的同学挂入相看啦 第一个part 就是脸部整体的自我提升 就我自身而言呢 我觉得牙齿一直是我脸部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缺陷 因为首先我的牙齿并不是非常的好看 而且它很经常有蛀牙 我前阵子呢刚补了牙 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牙齿保护的一些经验吧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都知道 牙刷要换成电动的了 因为电动的它要清净能力更强 而且呢也是比较方便的 像我牙齿比较敏感一些 所以我就比较喜欢用那种刷毛稍微软一点的电动牙刷 我自己用的是这个的 它的刷毛呢是非常软的 大家熟悉一点的牌子还有欧乐或者是威利普 相比较下来呢我选了这个 它还有一个我比较中意的功能就是可以用来捷面 把牙刷刷头拔下来 然后套装里附带的捷面刷 按上去按到最后一个按钮就可以用来捷面了 然后这个还可以刻字 然后我选刻字的时候这个超级少女心的有没有 我觉得还是有一部分的小可爱就是并不太了解为什么要使用电动牙刷 或者会觉得它对牙齦会造成伤害 稍微查一下就可以查到 但是我在这里还是在叨叨两句 也就是电动牙刷它可以清洁到普通牙刷清洁不到的部分 会对你的牙齿进行更好的一个清洁能力和保护能力 就算刚使用电动牙刷的时候 牙齦稍微出一点血也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建议大家都去使用电动牙刷 就回来的包装盒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这么好看的包装盒不送人都一点可惜了 看一下 这样 牙齿的清洁说完了 接下来就是脸部整体的一个清洁了 脸部的清洁呢 我还是建议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就可以 像是如果是没有一些经验的话 我就分享一下我的清洁经验给大家 我是干皮 所以如果我早晚都用洗面奶的话 脸部会非常的干 我是早上只用清水洗脸 然后等它自然风干 我不会使用毛巾去把脸给擦干 我是得它自然干的 因为毛巾上其实细菌也是很多的 晚上的话 如果坏上的话 我是会使用卸妆液去卸妆 如果没有化妆的话 如果出门了 脸上也是会有一些灰尘的 我就会使用洗面奶去洗一下这样 像是刚刚那个牙刷 它很有洁面泥的功能 我就会一周左右用一次洁面泥 因为过度清洁也是不太好的 既然刚刚说完了牙齿 我们就顺着说 接下来就是咬肌吧 其实我个人的咬肌还是非常明显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但是它其实已经改善了很多了 以前它更加的明显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咬肌的话 我使用两个比较方便的办法来进行改善的 第一个就是咬肌为什么会大 是因为它的咀嚼能力 就是不要用你的老牙去嚼东西 尽量用这样这边的牙齿去养 不要用到后面的牙齿 这样咬肌是可以改善一点的 还有一个就是按摩 按摩的话呢 我是经常在洗完脸之后 等水干的时候 我会这样子使用这个圈头 然后两边这样上下按摩一下这样 不要用太大的力气 不然会伤到皮肤的 还有很多女生不处理自己的小胡子 这样就会觉得你嘴边是一圈黑的 如果靠近看的话也是非常的不雅观的 并不是针对谁哦 只是建议大家可以处理一下自己的小胡子 我个人的处理办法是用刮刀直接刮掉 这个大家放心 我可以向大家保证 因为刮刀刮小胡子 绝对不会变成人缘太深的 大家放心去刮 如果大家实在是信任不了我的话 那就使用漂白剂吧 那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但是漂白剂一瓶就可以用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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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顺着网上说就是眼睛的问题了 我高我是我是近视眼 我大概是400多度近视 我以前是戴隐形眼镜 现在是戴美瞳 戴眼镜的想到小可爱呢 可以尝试一下换成隐形眼镜或者美瞳 当然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 你自己觉得怎么好看这怎么来 我只是给建议大家可以使用一下 还有就是你要是想换成隐形眼镜或者美瞳的话 一定要去眼镜店去测一下你眼镜到底适不适合戴 很多人就是在网上乱买 那就太伤眼镜了对吧 那还不如不换呢 我以前用的隐形眼镜有用过博士伦的 还有艾尔康的 这个我觉得眼镜店的人都会减少的 我就不废话了 说到美瞳 哎呀我以前在淘宝买的那个超大直径的美瞳真的非常的丑 嗯所以建议大家买美瞳的时候呢 嗯你可以 它的直径其实很多时候是不包括它的着色直径的 大家可以问一下这个美瞳的着色直径是多少 着色直径我一般买的是13.5左右的 如果是14以及以上的话就是非常夸张的了 刚刚说的呢都是脸部的一些简单的清洁办法 嗯接下来我就要说脸部的化妆问题了 嗯我知道很多人diss我的化妆技术 嗯我承认我的化妆技术是有一些问题 但是其实呢它都是最适合我的我的化妆手法应该是什么样子才最适合我自己 像是眉毛 不仅有很大的改善了 不信大家可以去看我的前两个视频 我的眉毛真的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现在已经化的很好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看一些美妆博的化妆视频的时候呢 不用一味的去学习它们的手法 你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 美妆博主推荐大家看Pony的版 因为我最初也是看它的视频上到的 化妆呢是肯定要时间去练的 嗯大家一开始化的很糟糕也不用太着急 一定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接下来还有就是头发的一个发型的问题 嗯像是头发呢 我头发其实还是不错的 饭量还是蛮多的 烫也烫了很多次了 但是发水还行 头发大家不是都说洗发水 就是抹到直接抹到头发上会对头发 头皮呀都不太好嘛 嗯然后我就是 其实我是在淘宝买了一个那个 起发水的那个起泡瓶 就把洗发水加进去再加点水 然后就可以压出那种泡泡来 然后直接抹到头上就可以 或者大概也可以使用那个 我不知道南方用不用 北方用的那个浴巾 也不是搓枣的那种 是起泡的那个浴巾 专门买一个浴巾 然后用来洗头发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的洗头顺序是先涂洗发水 洗完以后再涂护发素 然后之后呢我是一定会用吹风机吹干的 不然你的头发 嗯一直不干 一直是湿的 然后你又造成它摩擦 对发质也是一种消耗 经常会使用卷发棒 所以我之前还买了一个防烫喷雾 但是我现在基本都懒得用了 基本就是吹头发之前会涂一下防烫喷雾 因为我吹头发是热风呢 然后我说的这一个月可以改变的事情呢 就这样结束了 一个月的时间不算长不算短 如果要两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的话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坚持不下来的 这个我懂的 今天的公愿呢大致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评论或者私信我都可以 希望大家经过八月份这一个月呢都可以变得非常非常的美 然后让你的同学老师呢都能够刮目相看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这样了 再见咯